在所有武器中,导弹绝对算得上是头号王牌国防重器,不管是对敌打击威力还是生存能力,导弹都是国防戾气的不二首选。 洲际导弹是每个核大国都会加意大利研究的武器,因为它能足够出虎,在家里的发射塔上发射,就能对上万公里之外的敌人造成沉重打击。 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以及进程导弹不一样,洲际导弹不管是在射程上还是威力上,都要强于普通导弹。 但是像洲际导弹这么先进的武器,世界能造出来的国家并不多,目前中美和是世界上拥有洲际导弹最多的国家,也是洲际导弹技术最成熟的国家。 洲际导弹射程的远近往往是各国洲际导弹较量的一个重要参数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世界上三大导弹国中美俄洲际导弹的射程的比。 明冰的三洲际导弹是美国现役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,它的射程是12500公里。 R-36M洲际弹道导弹是目前俄罗斯境内现役的最大洲际导弹,也是最先进的洲际导弹之一。 R-36M导弹其实就是令人闻封丧弹的丧弹导弹,该导弹的爆炸威力为千万吨PNT的弹量。 北约的曾将歧视为是对美国最具威胁的武器,除了威力让美感大畏惧以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让美不得不忌惮这款武器,那就是它的射程,达到了16000公里。 也就是说,这款导弹不管在俄罗斯境内什么地方发射,都能覆盖美全境。 那么作为洲际导弹大国的中国,洲际导弹的最远射程是多少呢? 专家表示,随着东风41导弹的服役,中国的洲际导弹射程引上了一个当次,由最初的东风31A导弹12000公里射程提升为14000公里的射程。 专家表示,14000公里射程是东风41导弹的平均射程,如果是采用惯性制导的东风41导弹,其射程可以达到了15000公里。 看完中美俄洲际导弹的射程,心里还是挺自豪的。 毕竟咱们的洲际导弹技术仅次于世界第一导弹大国俄罗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